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体坛记者李廷报道,北京时间1月28日上午,中国羽毛球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,在北京天坛饭店举行,前奥运会会双金牌得主,中国羽毛球队双打组主教练,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张军,当选新一届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。 张军走武,担任与协主席一职运动员时期,张军的成绩颇为辉煌,他和高龄搭档,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与毛球会双比赛中一。 路报了,先后击败世界第一的韩国组合京东文罗锦明,和世界第三的丹麦组合索加德奥尔森挺进决赛,最终一举击败一名名将克里古斯许一米,为中国队获得奥运会历史上,首枚混双金牌。 四年后的雅典奥运会,张军和高龄在决赛中,战胜英国组合罗布森·埃姆斯,成为奥运会历史上,第一队成功实现未免的混双组合。 原本还想再拼一届北京奥运会,但是由于伤病的影响,张军在2007卸任,国家队不再设有总教练和副总教练的岗位。 2018年3月22日,中国羽毛球协会完成改选,协会主席依然是蔡振华、张军、夏宣泽、李永波、王伟担任副主席、国家队2队主教练王伟,同时兼任与协秘书长。 2018年12月18日,中国羽毛球协会发布公告,确定将于2019年进行协会换届工作,中国羽协副主席、国家羽毛球队双打主教练张军,出任换届筹备小组组长。 28日,在中国羽毛球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上,张军成为中国羽毛球协会新一届主席。